你让金兄 与我开这样的高级啊 万一我不答应 他开天价你都会答应 苏家这趟生意 我和金氏两必须都在 因为你需要让齐天锋知道 你已压上了全部 我的那些安排 你都跟他说了 我只想帮他找回孩子 不该说的 我自会守口如瓶 这些邪人之道 你倒是学得快 也用得精啊 以笔之道还治笔身罢了 我并非不想帮忙 只是凡事得讲一个 轻重缓急吧 原来还有些人情玩 今日去哪里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去赴齐天锋的夜 去 齐天锋 齐天锋已经知道 生死棋票是我的主意 不过是想谈听虚实 而我呢 也正好想知道 他的下一步棋到底是什么 倘若他就此开始抛售生死 那我们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全身而对 抛售生死 他会吗 他要的可不是这些 营头小粒 不客气 这是何物 我想试一试她的身手 无意之间 得到的东西 若她不是为了复仇而来 那搅起风波 只是想尽文聪当年未尽之事 掌控南都商界 这不是云台惯用的手段吗 东王 要想将旗票炒上去 所需的不是小数目 咱们已无处借钱了 你怎么了 太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公子香 若是有一丝荒神 定是出了大事 说来听听 也许我能帮你 你试能帮 给我个亲戚 谢谢 你看看这个字 骆 骆家庄 他是骆家庄人 岂见我一直在上下打量他 还是差一点被他给骗了 这就是证据 这个云香就是为了复仇而来 死仇 员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竟然是你 力道伤可却有失精巧 处境不变 果然不是当年那个抽抽搭搭的小丫头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